下一個景點就是Puzzling World 下一個景點就是Puzzling World 這裡就有各種欺騙你眼睛的東西 有點像就你美術課本裡面有的那些奇怪的什麼錯事啊 一些扭曲變形的東西 那裡都看得到 那Puzzling World裡面有一個巨大的人 那Puzzling World裡面有一個超巨大的人走的迷宮 玩過的人都說超難 但是我沒有玩我不知道 但是 那Puzzling World裡面有一個超大人走的迷宮 走過的都覺得超難 我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普通普通 我自己是覺得普通普通 如果有小孩 那應該還蠻適合的 我自己是覺得普通普通 就是如果有小孩那應該還蠻適合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風景 那去那邊就還蠻可惜的 所以我給他三顆星 我自己是覺得普通的風景 那邊說 我去看更多的風景 所以我來看更多的風景